减肥对于女人而言,简直就是女人一生中的第一大事业,而且还是那种伴随一生的烦恼。 人到中年,如若不好好管理自己的身材,就会变得很容易增重,要是自己有意志力,控制一下还行,要是不节制自己的饮食,等体重增长去,再取向减重可就完了呢。 你看,电视剧里面的明星们,每个人的身材堪称是完美,让人艳羡不已,年轻好看漂亮,你不知道的是,明星们为了保持身材很拼本,进来,湖南卫视中餐厅正在热播,明显看得出来, 生完孩子后,赵薇的身材明显发胖了,尤其是在第一季的时候很是明显,第二季开播以来,赵薇店长看上去就瘦了好多,他自己就和录制伙伴们说,体重减下来自己特别舒心,现在的身材看上去也更美了,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在做饭时,赵薇比以前吃得少多了,那舒淇这儿就更厉害了,大家都在吃饭,舒淇就在旁边看,嘴上说不了是假,弄保持体重是真, 这么看来女明星也不是说瘦就瘦的,吃得多一样会发胖,就跟威店长说的一模一样,一大早,乌阿哥就在民宿吃早饭,小燕子下楼见朋友在吃东西,于是就开始诉苦了,说昨晚就吃了点手抓饭,喝了杯红酒,然而起床急趁体重,体重就增了点,真是气死人, 吴阿哥听后一脸猛逼加惊讶,怎么这么快,赵薇吐助减肥烦恼,这就是女人,少吃一点也能发胖,网友看了后纷纷直呼,苏友鹏的回答简直是是不道,扎心了,其实人到中年,新陈代谢,人体机能有所下降,想要再像年轻时那样,保持好身材简直是难上难,男生们一般都像吴阿哥一样不会懂这些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